那雞排的話 我覺得雞排算是一個可以賣的水準 仔肉 好多吃喔 好好吃喔 想說等一下就把它吃光了 等一下就是絕命殺手就是你 哈囉大家好 我是瑞姨 我是瑞姨 今天我們要來吃吃到飽了 今天的吃到飽非常的便宜 只要289塊 我覺得蠻特別的 而且在蠻偏遠的地方 對耶 而且是火烤兩吃喔 火烤兩吃二八角 感覺跟上次那個蒙古烤肉二八八吃到飽 感覺很像有點可以相互併交 但是呢 它這裡的位置 它就是比較偏遠一點點 然後它的環境就是比較居家一點 但是它的空間就是有兩大區 大家都可以去做內用的部分 我看我們桌上這個配置啊 好像我們也不用自己烤對不對 對 不用自己烤 我剛才已經稍微問過這裡的老闆娘了 他說呢 我們等一下旁邊會有那個冰箱 那些冰箱就是可以拿的火鍋料 那些火鍋料全部都讓你拿到飽 然後它下面還有一區是燒烤的部分 你就要把那個夾子放到那個盤子上面 然後給它們幫我們烤 他說上還會送上這個 這個是海鮮 那這個海鮮的話就是每一桌限量一份 它就是沒有辦法再加點的 這就是有蝦子啊 還有蛤蜊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先出發 首先來到這裡呢 就會先看到有兩個冰箱 這冰箱的話呢 這裡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有蛋啊 南瓜 然後還有絲瓜 香菇 然後一些菜啊 等等的 菜我覺得還蠻多樣的 它連冰箱都很像那種在地的喔 對 就是很在地的感覺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豆皮啊 還有那個 那個叫做豬血 它這樣子也很酷耶 對啊 就是可以讓你無限層 下一個冰箱呢 就是一些火鍋料 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那種蟹肉棒啊 然後還有小香腸 還有一些什麼香菇啊 丸子啊 等等的 其實呢 我覺得都還蠻有進有 然後還有玉米 這裡有牛肉還有豬肉 這上面這個牛肉豬肉呢 就是要讓你吃回國用的 所以這些肉你就可以無限讓你夾 讓你夾到開心為止 然後最下面呢 這裡 有牛肉啊 然後還有豬肉 還有雞肉 這三種的話呢 就是讓你用燒烤作用的吧 然後它旁邊呢 這裡 你就要夾那些肉 夾在這上面 然後再拿出我們剛才夾子夾上去 然後這樣子給那個店員這樣 然後這一區的話就是一些夾子 還有餐具 然後這裡有一些調味醬的部分 然後最下面有那個泡麵也可以吃 所以燒烤的部分就只有下面那邊可以做燒烤嗎 對 它的燒烤就是有三種肉這樣子 那最外面這邊呢 這裡有白飯 這個就是白飯 然後旁邊這個是豬油拌飯 你可以拌飯來吃 那這邊就是你最重要的可樂的部分 也蠻高級的耶 對 這有可樂的雞 這也有什麼燈瓜檸檬 鮑菇鮑 然後那一邊呢 就是我們的小美冰淇淋 剛才有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它裡面的每一桶啊 份量都還蠻多的 看起來蠻新鮮的喔 這種店有這種麻雀水小 但武藏俱全的感覺 對 就是CP值很高的感覺 你看每一桶都超滿的啊 總共有五個火味 是因為沒有人吃 沒有 他們剛才帶了很多人來挖啊 他們說等一下會把它吃光了 等一下就是絕命殺手就是你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盛一些火鍋料來 然後拿著這邊的肉呢 走去櫃檯就可以了 給老闆即可 老闆謝謝 不客氣 然後老闆那邊就會有那個煎乳可以烤 他就在那邊烤完之後呢 再送去我們的家 不是啊 我們的桌子啦 那在等的同時呢 就可以來裝個飲料啊 吃吃冰啊 或者是欣賞沿路的風景 然後看一下老闆他在烤好了沒 而且他這裡都是非常的香喔 然後我剛剛發現遛一次那個豬油斑板很好吃 看 他居然是有油沖酥的耶 他不是單純的只有豬油而已 超讚的 所以我等一下也要來吃一碗 然後這邊呢 還是加湯的地方 就是醬油 Nice 我們剛剛拿去給老闆烤的肉已經好了耶 你要不要吃吃看 好啊 吃一下 我剛剛其實有偷吃一口了 他吃起來有點像是我們自己在家裡煎的那種牛排的味道 然後他也沒有加任何調味料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去那邊沾那個醬油或者是鹽巴來吃 還蠻好吃的齁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齁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齁 就是加腸胃啦 就感覺在家裡是可以自己煩得到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裡有人幫你服務啊 對 而且我覺得他的肉呢其實也是算蠻偏厚的感覺喔 我覺得他的肉啊本身感覺不太會澀 但是會有時候會咬到一點點筋的部分 那筋的部分我自己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如果沒有沾醬的話本身就已經有味道了 就還不錯耶 我們剛來的時候都只有我們一桌 現在越來越多人已經快要客滿了 隔壁那個空間已經滿了 而且我剛才進來的時候他就直接帶我們來這裡 我想說現在是 來了 喔 這是雞肉 看起來很好吃耶 所以他們現在這邊弄完他們就直接把你送來桌上 對 我剛才最好奇的就是這個雞肉感覺 喔 你剛找不到雞排對不對 對 我想說那怎麼都是牛和豬啊 看這樣是一整個雞腿排 啊雞腿排這都是無限吃的是嗎 嗯 太爽了吧 那我們一個雞腿排算六十塊的話 我們吃五個就回本了 他的雞腿排超級堅持 裡面有肉好多吃喔 好好吃喔 高超的技巧嗎 嗯 大家來吃肉的話我覺得點雞肉就好了 因為牛肉和豬肉是在家裡自己拌得到的 那你也要有肉啊 哪日啊 好棒很好吃耶 我剛吃了一輪下來呢跟大家做個剖析 我們現在煮了雞肉牛肉跟豬肉嘛 我自己心目中的排名就是雞肉第一名 牛肉第二名 豬肉可以不用剪沒關係 因為它豬肉的那個筋比較多 我剛吃一塊豬排它的筋有點硬 然後像牛肉的部分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很像我們自己家裡會做的牛排 那雞排的話我覺得雞排算是一個可以賣的水準了 真的 欸它這個雞排如果拿去夜市白 我覺得可以賣個七八十 對啊我也覺得 對啊 隨便一個雞排蓋飯就差不多那個等級了 對啊它外面煎著金黃酥脆的感覺 而且它一片其實沒有說它是扁扁的喔 它是很厚的然後又是蠻大一片的 跟這個盤子差不多大 對都是有一種厚度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來這裡的話 你就直接點雞排或者是牛排 豬排你就用煮的就好了 豬排的話它就只有那個豬肉片 這個就是豬肉片 所以我想說豬肉的話你可以用煮的 你也是可以吃到豬肉 所以這是什麼湯頭啊 它好像沒有跟我們說對不對 這湯頭感覺就是沒什麼味道的湯頭 沒有啦就是一個很原味的湯頭啊 我自己也喝不太出來那是什麼味道 你可能可以丟海鮮下去控 啊它的冰箱沒有海鮮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們有這一盤 我們就是要分開一個人一點點這樣子 一個人各半好了 都是假的 它這個蝦子的話我覺得還蠻多汁的 2 3 4 5 6 7 8 9 10 1人5 這樣可以拿來控湯耶 不然它有湯如果沒味道的話 再加肉的話會有很多雜質 喔對齁 然後我旁邊已經有準備好這個調味醬 等一下要夾進去了 好 不過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是屬於就是輕輕的啦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它也味道不雷 因為就是一般般這樣子 就跟火鍋店裡面那個日式湯一樣 永遠不知道日式是什麼 對對對 差不多就是日式湯頭的味道 對你說中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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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我現在的蝦子已經開始滾了 越來越有感覺了 我剛才還有加一些青蔥在裡面 看起來更厲害 嗨 那為什麼我的不會滾 因為你太晚開了啊 呵呵呵 現在六一他在幫我加工 因為他那鍋的湯頭喝起來超好喝的 欸我的日子很覺得很像是關東煮的味道 就是一般般的味道美 對 但是我加完之後整個提升 對啊妳的很好喝欸 厲害吧 然後啊它這裡還有豬油拌飯 這是我剛才在盛飯的時候 老闆特別告訴我說 我們一定要用他們那裡的豬油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油膏 用我自己的油不行是嗎 哪有油膏 對他說這樣配起來會很好吃 我吃吃看會不好吃 所以它這邊店有飯 然後有飲料有冰淇淋 又有這些肉 還有人家幫你烤這樣才298 對289 289欸更便宜喔 對 對它只要289 我真的覺得還蠻便宜的 那它剛才這個飯吃起來 我覺得它是屬於要黏黏的口感 所以加上它那個油膏 還有它上面的豬油 我覺得全部合起來 就是一個還蠻罪惡的一門飯 感覺妳可以吃好幾碗欸 對這可以欸 那你想說應該來這裡主力 應該就是吃火鍋 或是吃燒烤 那讓它的豬油飯飯 老闆說的真的蠻厲害的 強欸 我剛剛不是幫大家整理過烤肉 哪個比較好吃嗎 這次我要先幫大家整理火鍋的 我覺得火鍋反而是豬肉片飲欸 真的啊 它的豬肉片很嫩 因為它的豬肉片吃起來 我覺得比牛肉還要再稍微稚嫩一點 其實妳很明顯看得出來 它是冷凍過的 因為妳在夾的時候會結塊 對 但是妳這樣煮起來呢 發現它不會因為這樣子很乾彩欸 這樣吃起來不會太老的感覺 完全不老 而且有點像是我們去煮那種很新鮮的火鍋店的那種肉品的等級了 那種肉品的話感覺都是沒有經過冷凍的樣子 對 就很像就馬上現切的那種感覺啦 當然這個是完全沒在演的 它直接整塊結在那邊 沒關係啦 這就是很道地很在地的感覺 值求對決 所以如果大家來的話火鍋肉片我建議是吃豬肉 然後燒烤的話我建議是點雞肉 這樣可以幫它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空間 其他的東西大家也可以吃吃看 就是先夾一兩個吃吃看就OK了 然後我現在我的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我吃了一堆菜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菜呢 也吃起來還蠻新鮮很脆綠的感覺 妳今天的粘力很不行欸 妳吃到第一輪加湯都沒加 妳就快不行了 因為我剛才把它的湯全部喝光光 還有飯 對 它的豬油飯飯也真的很好吃 我都不是吃那些肉欸 喔又在賠錢了 對啊又在賠錢 來這裡只吃飯跟只吃菜要喝水是怎樣 傻眼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可樂我們今天喝到有點沒有氣 對 一點點就是小小的敗筆 我本來想要去喝雞爛的就想說算了 我去隔壁買新鮮茶了 對啊 像下次來大可以喝到有氣的 對啊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整體而言它的價錢是289塊 那我們那時候吃蒙古烤肉的話是288塊 這兩個相較之下呢 其實我覺得蒙古烤肉會讓我更潔滅一點 然後這家的話它就是一個非常在地很道地的感覺 很居家的感覺 對而且就是不太需要等 就感覺你無聊就可以來吃一下 那蒙古烤肉就是感覺很像有特別的事情才會再去吃這樣子 對 看到一個可能是蠻多人在意的東西了 兒童座椅 它的小孩可以乖乖的在旁邊吃飯 而且它真的有電視可以看 你知道這種店讓我想起以前很久以前有種羊肉乳店也是長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只要250吃到飽 是喔我沒有遇過欸 我以前好像大學的時候在林東那裡 林東科大附近有一條路上面有一兩家的羊肉乳 250吃到飽 然後也是隨你拿也是一個火鍋這樣子 就是很懷念 因為現在很少看到這種店的 對啊就是二開頭的吃到飽真的是蠻少的 而且那間店也是這種家庭式的裝潢 然後就是大家也是一小桌小一桌的這樣子 而且我剛才發現啊 這裡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式的 對啊 就大家都是帶家庭然後進來這樣吃 啊這裡吃根本超划算好不好 對啊如果要好喝的話跟大家講一下秘訣 你們可以先下它的蝦子 然後還有它的蛤蜊 這樣個全部都下完之後呢 你就去加它的醬料 它的醬料也會加蒜泥然後還有蔥花 這樣一個就OK了 但是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一點它那裡的辣椒 這樣子喝起來就是一個很好喝的湯頭 會不會其實這是一個老闆的一個小巧思 他湯頭故意用的沒味道 然後你想怎麼調就怎麼調 對如果它味道太重的話 你就會沒有辦法去稍微顛覆它的感覺 那前面可以加湯 對啊 好我現在要去結帳了 我準備了六百塊錢 應該是會有找啦 兩位五百七十八 好謝謝 到了二十二塊錢 所以呢一個人是兩百八十九塊沒錯 我練成了快點 好最後一次機會 好 我先撥一下 第三節嘛 嗯 好 我發現它是要這樣子握著前面 然後這樣子轉轉轉 用摳的 沒有沒有 就稍微摸著就好了 就這樣一整顆這樣掉下來 有沒有 有 然後這個頭呢就是要轉轉轉轉轉轉轉 喔 用轉的啦 對然後這樣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真的好像蠻快的 全功 練成 好我剛才呢 去結帳的時候 總共就是五百七十八塊錢 所以平均下來呢 一個人就是兩百八十九元 它是沒有額外加收任何的費用 例如說服務費啊 什麼東西 其實都沒有收 然後它這裡就是用現金結帳 那如果呢 你是有小朋友來吃的話呢 感覺它很像不會在額外多收什麼錢啊 我也看不太出來 因為他們這裡很特別 它是沒有那個菜單的 對 然後它連那些扛棒啊 招牌什麼都沒有 就是它也沒有告訴你說 點餐方式 它甚至沒有店名耶 它就直接叫做二八九 對我剛才打電話來 確認所有沒有開 他說喂二八九你好 好可愛的 那他們店名就是他們的價錢 對 這樣他們有一個缺點 沒有辦法改價錢 會不會改價錢之後 就變成什麼三九九 可憐店名一起改嘛 對啊 那因為它這裡啊 就是比較在地比較道地嘛 所以呢他們的很多告示其實也都沒有 例如說有什麼醬啊 還有什麼火鍋料啊 嗯 或是哪些可以加火鍋 哪些可以用燒烤 其實都沒有標示 嗯 所以呢就是比較算是 大家要看了影片之後 或是來這裡問老闆他們 你們才會知道 不過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的 就是也不要那麼自視化 就是這種人情味啦 你也可以拿要烤的拿來煮啊 只是會比較硬而已 不是 要烤的拿來煮的話 上面會有那個醬汁耶 對啊 醬汁是沒有辦法的 然後你也千萬不要拿那個火鍋料拿去烤 因為老闆不會熟 瞬間變蒙古烤肉 好啦那以上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來吃神剛的289吃到飽 我自己覺得呢 我們應該還會帶來回訪啊 我覺得應該過幾天就來啦 好 OK 那這家呢就是開到晚上11點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來吃吃看喔 其實我們現在是8點幾乎都沒有人 待會兒就睡覺了 對啊 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後天再見拜拜 拜拜